第八百零九章 两人前后脚赶走 齐元就敲门进了套房 少帅 您真打算让静雷带他上雪山 以静雷的个性 恐怕云小姐得吃苦头了 他该学的东西 我不能太心软 有着他吧 他有分寸的 穆飞驰倒是不担心这事 抬起头看向齐元 雪山上的那些人 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处理好了 故意放走的那些人里头 我们也派了人跟过去 如果能找到他们的老窝 那就最好 找不到 那就只能再等机会了 海上的甲鳄鱼刚刚被抓 争鳄鱼不可能这么快就有动作 这次的事 让人查清楚 如果不是鳄鱼派来的人 那你就得多长个心眼了 是 属下明白 齐元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也不会放过任何惦记着 少帅脑袋的人逍遥自在 似乎想到了什么 齐元抬起头 看了穆飞驰一眼 犹豫着要怎么开口 穆飞驰逆了他一眼 想说什么就说吧 少帅 您真不打算告诉云小姐 恶语的事吗 好歹让他提防这点也好啊 警惕性他时刻都带着 不用你去提醒他 这是他的好习惯 你提醒他了 他反而会有所顾忌 我们这边只要做到万无一事 不波及到他的安危就行了 是 齐元点点头 另外 军国各部门的选举 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次 又是大换鞋的时候 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不管是军方 还是宰相那边 恐怕很多人都会坐不住了 每三年一次的选举 军国总是这么热闹 那些个自认为 螳螂捕蝉 环雀在后的人 奋不顾身的同时 恐怕还忘了 环雀背后 还有猎人的存在 让他们折腾着吧 我们静观其变 不过 每一方的势力 你都让人了解清楚 我不希望有什么事 超出了我的掌控 是 属下明白 军国如今的平衡局面 不仅仅是三大名门 和四大豪门之间的相互制衡 其中还牵扯到了各方势力 军方和政局 不论是否直接对总统负责 这些人看似松散 实则都是必不可缺的棋子 每颗棋子都有其作用 一子错 可就满盘皆落索了 云元峰那边 安排得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好了 他知道有机会 能高派账少帅 所以正在想尽办法 托关系见您一面 回去以后 你找个时间安排一下 好的 齐元斟酌了下 说了一件 他也觉得意外的事情 对了 最近 乔家的动作可不小 宰相那边有心拉拢他们 属下有些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穆飞时抬起头 你是不明白 为什么宰相会拉拢乔家 而不是拉拢 风口烂尖的寒家是吗 是 这个时候 推乔家上位 并不是明智之举 你怎么就知道 背后没有别的人 推波助澜呢 嗯 尚帅的意思是 如今今度的局面平衡 再想想 推一个乔家上来 也不可能在这个 平衡的局面里 撕开一个口子来 可我 想让乔家上位 那么乔家就一定能上去 让乔家上位 其实是尚帅您的意思 没错 可是为什么 乔家虽然根基不错 可如今京都寒假 将来是要被赵家替代 乔家上位以后 少帅是想动哪个家族吗